辛苦的這件事回路 還可以品到頂頂的清香 這是今年拿到瓶金款的新瓶金 紋瓶金蘭 西洋洋 特性就是它的花梗變成 花梗也很多 然後小花束也很多 這是它主要的特性 它聞起來的味道有點類似月染花的味道 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個 這個顏色是非常討喜的 它是屬於這個 這個燕紅色 那裡面其實它唇瓣跟側瓣 它一半是同顏色的 那花瓣的話整個看起來 它是有喜氣的 所以我們把它命名為喜洋洋 這是高興花梗已經 研究中心用了十年的時間 所十九出來的新品證 這以噴花梗煮的新品證 中心也依然每年都能量産上去 中心指引夏天宏表示 這幾年以開發噴花梗煮 就是希望能打開另外一條的通路 比照現在的蝴蝶蘭的那個 蘭苗的一個模式 去銷售到美國去 那在銷售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帶水草 在那個合格的溫室裡面 去做大量的種植 那這個如果說被通過了以後 事實上對未來整個 台灣的文新蘭的盆發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利基 這位基剛好在過年是的文新蘭新品證 因為看起來很透氣 所以中心就好名叫做蝴蝶 夏天宏基存 這位不是好看 而且又很好照顧 火基也很長 所以很大的提供 因為有這些特性 那其實我們業者 很多業者 他其實對我們這一支花 是抱有很大的期待 這位新品證的文新蘭 目前中心已經有成功 現在這群技術來轉移 中心也對這位新品 竟是洋洋相當有心心 相信會當地回覆市場 有很好的消息信息 基將真心藏不到